亞洲重要通信展會 次世代通信技術展 二十六號盛大登場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今年第二度酬組臺灣館 帶領七家我國優質廠商 展現臺灣5G垂直整合技術方案實力 搶進國際5G生態圈 日本環境大臣政務官 朝日劍太郎也親自到場表達支持 臺灣館的開幕儀式上 經濟部連緊張常務次長 以影片致辭 表示臺灣的通訊終端產品 不僅全球市占第一 更一直受國際愛用 像是臺灣這邊大概透過 像是雲端技術啊 或是一些軟體定義的技術 來協助幫忙進入 這些所謂的5G的一些供應鏈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近年來持續對接國際管道 協助我商打入國際5G供應鏈 以獲得日本方很大迴響 未來將持續協助臺廠 拓展國際商賣 三天新聞 正好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